讲到青年军 我想到抗战时期的一个口号 老谈应该也知道 就一寸三合一寸血 十万青年十万军 对这个是蛮有名的一个政治口号 这是为了鼓励青年重军 但是我们刚刚前面有聊到 那时候一开始老蒋其实是不愿意的 为什么后来又要年轻人上战场 早年的国民政府兵役制度是非常的不健全 士兵的来源主要就是靠抓钻钉 可是我们也听过 就是刚刚讲的一寸三合一寸血 十万青年十万军 会出现这样极端的这种对峙 最主要是因为早期的读书人 是不用服兵役 在看战的时候 数值不高的基层的士兵 其实才是战场上的主力 因为他们数值比较低 甚至于很多都是文满 没有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 也没办法使用现代化的武器 所以兵再多都没有用 这种现象到了1944年4月的时候 也就是日本发动一号作战 整个问题全部通通都暴露出来 所以那个时候重庆震动 国民政府终于接受了盟军 中国战区参谋长为的卖他的建议 发动了知识青年重军运动 为什么前面要说兵再多也没有用 日本一号作战 汤恩伯的大军在河南溃退 这是很有名的事情 我们以后有机会 真的可以好好的讲一段 因为有蛮多河南老兵 对这些是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我们这边只能简单的讲说 那个时候汤恩伯的部队溃退 很多人甚至就像陈辰 他在日记里面所说的 把枪支全部就背回家了 那陈辰呢 他还质问说 为什么现在的部队如此之多 却都不能作战 现在国军不能作战 全国皆然第一战区 不过就是先行暴露弱点 其他的战区没办法作战 所平靠的就是日本没有来 你说他们打仗的时候 把枪带回家就跑了 对 这听起来真的是非常没有纪律 而且应该不是偶发事件 是一个比较普遍一点的现象 为什么会这么夸张 很多人一直都在问 1949年为什么会发生 这个也可以顺便回答这个问题 其实你看当时的蒋介石 或陈辰他们的日记 等等这些档案 你大概就可以看出一个征兆 就是陈辰在1944年8月18日 他的日记里面写说 有人告诉他 我一集团不能对匪一个师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看战的时候 国军是有集团军的这种编制 下面大概至少都有 两个军以上的部队 如果一个集团军至少是两个军 那就总共是六个师 六个师不能对付中共一个师 你就看问题有多严重 如果这个是实情 真的就是不用有什么 共铁潜伏在国防部 1949年其实大概是早晚的问题 所以也就是我们刚刚在讲的 这些汤恩伯的部队 他把整个问题全部都暴露出来 等于就是那时候的国军队内 他没办法去阻止共产党 对外也跟日本军是拼不了的 是的确到了已经非改不可的地步 否则没办法打现代化的战争 民国建立以后 成长起来的这些年轻人 而且还受过一些教育的 他们必须要开始投入部队 否则这个战没办法再打下去 刚老谈讲到受教育的兵 在那个时代背景很重要 是以前我们其实也有讲过 有掳获一些现代化的武器 但是不会用 之前在讲韩战的 其实受教育的兵 他们之所以能够使用现代化的武器 当然是因为他们可以学习的效果 会比较好 也比较快 在看战的时候 就是国民政府 他也曾经号召知识青年 最早的时候 就是为了要补充驻印军 他们需要所谓的汽车团 炮兵团 那个时候曾经有新兵补训处 招收了一些知识青年 成立了几个团 但是规模不是特别的大 然后再把他们空运到印度去 到了1944年 蒋介石接受了魏德迈的建议 以在敏殿反攻中取得 很好成绩的新一军 还有新六军作为范本 反照美军的军事制度 建立了新式军队 所以到了1944年11月24日 蒋介石他发表了 告知识青年从军书 喊出了刚刚我们说的那句口号 就是一寸三合一寸血 十万青年十万军 然后他在这个文告里面 他说在这次的世界大战里面 同门国通通都彻底的实施的 全民总动员 全国的人民 不分你的职业 还有你的知识高下 对于兵役 通通都踊跃的应征 没有被征调的 也都是以没有到前线 引以为憾 不仅男子服兵役 妇女也应征 从事作为军队的后勤辅助 因为动员这么的彻底 所以他们的作战胜利 是有把握的 那反观我们国家的知识青年 却还是视从军为位途 然后我们现在在前线作战的士兵 受过中等教育的 可以说占绝对的少数 这个样子我们的部队数字 没办法提高 而外国人也对我们国家的观察 产生一个很特殊的偏颇现象 他说无不表示亚裔和轻蔑 也影响了我们国家的地位和荣誉 等于蒋介石那时候 从国际上 其他国家的一个情况 然后算是一个反思 然后才会去希望说 说服这些青年冲军 对 蒋介石他还说 从七七看战爆发以后 虽然有一些年轻人 他入军校受训或者说 征调服务什么等等 可是事实上 知识青年从军 并没有得到普遍的推行 而知识青年也因为兵役法的规定 缓征缓照 所以自动请阴的情况也不够热烈 现在抗战的局势 已经到了决战的阶段 一切都必须要为军事 一切都要为胜利 等于他要他们放弃学业 然后去上战场 但是这面对的是 生命有可能不见 对 他要怎么去说服他们 当然除了口头上讲以外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政府也开出了很好的条件 例如你从军的话 将来复原 可以继续的保证升学等等 条件非常的好 其实我这次的青年从军运动 其实是相当的成功 最主要的来源 当然就是大后方的这些大专院校 这些人的知识高 学务也高 愿意为国家敬礼 其次就是教育部在安徽河南 这些比较前线的地区 他们设立了22个临时中学 这些学生也非常的热烈 因为他们之所以会读临时中学 都代表说他们是从沦陷区出来的 那国民党还有三民族裔青年团 这些也都配合动员 到了1944年的12月 青年军正式的成立 总共是9个师 方号是从2011师到209师 他们是采用每些青步兵师的编制 每个师大概是一万一千人 全部的成员大概就是十万人 他们大部分都是受过中等教育上的教育青年 看上身体以后 一部分的青年军他们就复原 到了1947年的7月 为了因应国共内战 所以那个时候蒋介石又征集了 第二批的知识青年重军 不过严格说起来 第二批的数字就比较差一点 那你访问过这么多老兵 有访问过青年军吗 大概每个师都有碰过几位 像2060在洛阳战役打过的 这个大概也有好几位 在天津打过的2084等等 这些通通都有碰过 一般而言他们是被认为 就是国民党党性比较坚强的部队 而且有些还真的是以此为自豪 你刚刚最后讲 他们以此为豪 我觉得这对照更前面 那个纪律的问题 青年军他们的认同感 责任感 甚至你说荣誉感 其实真的是有差别 荣誉感是很重要的 他们的那种凝聚力 其实是相对比较强 一部分来台湾的青年军 后来组成了中国青年军学会 因为现在人员凋零 所以日益的稀少 今年95岁的理事长郭关子 他前阵子代表 把青年军的这些军事 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内部的资料 全部都捐给国民党 他在捐赠的仪式上还说 看战之后 每一个诗都有编辑 他们的通讯录 资料保存的到现在 十分的珍贵 希望这些资料能够永远 存放在国民党这边 这位郭伯伯 他当年就是204师612团 我之前曾经跟他聊过 他们在台北中华路 有一个中国青年军协会的办公室 他们的办公室 其实内部有大概十几张的桌子 军容转胜 可是现在你去看的话 大概就是只有两个人 就是我们说的 老兵不死 只是凋零 等一会儿 2003师2 2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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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1 21 21 22 21